新冠本土疫情趨緩 擔任新增了二點一萬多例的本土確診 還有六十五例的死亡 而確診數是比昨天降低了百分之四 至於在一百三十六例的中重症個案當中 是新增了兩位兒少的MIS-C個案 他們都是在五月底確診 七月中旬出現了MIS-C症狀 兩歲的男童 他沒有慢性病史 五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曾經確診過新冠肺炎 七月十三號開始又有發燒嘔吐 七月十七號的時候到急診就醫 醫師診斷懷疑是MIS-C 在七月二十三號的時候 已經康復出院 十六歲的女童 他沒有慢性病史 去年的年中跟年底 曾經接種過兩劑的疫苗 五月三十號曾經確診過 新冠病毒感染 七月十七號開始出現發燒腹痛 食慾活力下降 七月二十一號到急診 隔日因為這個症狀持續的關係 轉院到這個醫學中心來繼續檢查治療 羅宜君表示 因為醫師研判 該名十六歲的患者症狀是以腹痛為主 不太符合MIS-C症狀 所以暫時沒有給予免疫球蛋白和類固醇治療 目前患者的情況穩定 但還是把他列入到MIS-C的統計當中 如果確定的話 他將會是國內年紀最大的MIS-C個案 而到目前為止十二歲以下的兒童重症 累計是有一百一十六例 十三到十八歲的青少年重症 累計是有十一例個案